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在這裡再同大家跟進一下香港那邊火災方面的最新狀況。 香港一由麻地佐敦道華峰大廈發生三級火, 一共四十民送院,當中有五個人已經雙重不治, 事發在今早7點多現場消息說一樓位置起火,不斷煙霧出, 而亦有人揮動毛巾求救,也有住戶走上天台等人救, 情況非常危急,後來35人受傷,一共有150人自行疏散, 而警方在剛剛一時半交代事件長程,消防署分區指揮官提到, 今天早上7點53分,接到這個地方起火消息3分鐘後, 消防人員去到現場由於火勢猛烈, 及有多個求助個案,8點04分,升級三級火, 8點54分,火勢被包圍10點中火勢受控制, 10點半大致夠適長火,火牆主要是一樓二樓, 面積是20米乘20米,火警裏一共有41人受傷, 提到,起火位置是一二樓大堂起火,位處於健身中心對開, 但不涉及賓館,而整棟大廈一共有三十幾個持牌賓館和劏房, 消防就未見到有結構改造情況, 幸好今次就好快舊式場貨啦, 如果不是有那麼多賓館、那麼多劏房, 燒起上來走不及,那是好大鑊的。 而根據消防署消息就講道啦, 救護在現場處理41個傷者, 16男25女年齡介乎18至94歲, 38個人送去醫院, 3個人現場治理後拒絕送院, 送院的人有5個人死亡主要是消傷及吸入性損傷, 由於救援過程太急,傷者國籍還未完全了解, 當中有包括中國籍及非華裔人士, 而警方將案件向著刑事方向做調查, 看看有沒有人需要負刑責。 而這個華峰大廈在1964年4月落成, 由一個樓宇組成一共230個單位, 剛才都看到了, 在這個大廈裏面有三十幾個賓館和有好多劏房, 暫時來講長火就叫做夠熄了, 幸好就沒有演變到好像當年沒有一些家裡大廈的大火那樣。 小房署的反應都快,三分鐘去到現場。 香港的民建聯傳隊積極聯絡區內酒店, 希望他們能夠免費提供房間, 讓受災影響的住戶可以免費暫住。 現時願意提供房間的包括有旺角的希爾頓花園酒店, 美麗華酒店, 旺角至選介入酒店, 九龍彩虹酒店, 呼籲區內酒店如果有空間就可以協助居民。 暫時來講, 加加賣賣只有20個房間左右。 如果是這樣計算的話, 低層的住戶應該是好難回到家了今晚, 因為這個火災燒的就燒了12樓的住戶了。 好了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 拜拜!